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小姑姑 今天7月6号了 你们看这一桌子上的橙梦路 前几天进完盆以后 现在五股朗朗的呀 这个叶片 你们看这一棵 这一棵你们看都盆又变形了 看到没 这个地方又枝出来了 但是我感觉这一片叶子好像有问题 然后这里还有一片 等一会儿我把这个有问题的叶片扒下来 看看感觉有问题没有 这一棵是二宝的橙梦路 2月6号种下的 前两天进盆了 我把它放在这里 头发比较好 这一棵状态很好 我现在发现这一棵也开始在上妆头 这一棵我叶叉出来头最多的 虽然说现在很难看 但是它居然有状态 红通通的 好好看啊 哇 这是我最喜欢的大单头 这几棵单头好好看 周周正正的 飙飙致致的 除了这一棵 把这一棵 这一棵叶双新的了 这几个单头也好看 美美的 这一棵到时候上状态就好看咯 这一棵尺寸特别大 我用的这个口径是16厘米的 现在你们这样看 已经看不到喷口径了 走 我们把这一颗拿去看看 有问题没有 看一看 哇 这一颗其实多好看的呀 竹形又好 叶片短肥圆的 如果出问题 真的就太可惜了 我先把这个叶片扒一下 嗯 杆子应该没啥问题吧 难道就是因为单纯的通风不好 一瓶有些化水了吗 这一瓶 在黑浮了 看看它的这个杆子 它的杆子已经木质化了 哎呦 我感觉这个好容易掉呀 有点问题 这个杆子有点问题了 我觉得这颗沉默鹿有点问题了 我的个妈呀 哎 问题是它这里还长得根出来 看到没有 这根红色的 这才 我现在发现 下沉的叶片真的及时的扒掉 对于它的通风太重要了 以后真的不能老是想着把叶层养得越多越好 还是要注意通风的问题 尤其是像这样的多肉 它把这个盆都已经沾满了 然后浇了水以后 土壤里的水分总是蒸发不出来 然后一直在这下面嘛 下次的叶片就很容易黑服 我想把这边的叶片扒掉一点 但是还不好操作 但是还不好操作 真的是不太好操作 哎呀我的妈呀 咋就自己就散了呀 不会吧 我没那么暴力吧 是你出问题了 还是我太暴力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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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暴力了我暴力了 天呐 我这么美的一颗山头的品质型的承蒙鹿 就被我弄成这个样子 哎 这个叫再新吧 小伙伴们 我是在安慰我自己吗 这个叶片我不动了 看能否 哎我的天呐 这么漂亮的承蒙鹿 被我弄成这个样子 我在干嘛呀我 哼 心情不好了 去说了 这可咋整呢 我该怎么办 其实这样看的话 它没问题的呀 但我 我就轻轻地弄了一下 它就 它就断了 主要是旁边那个在施工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 搞得我心情 好焦虑 好烦躁 哎 我该怎么办 郁闷 我得重新去种两颗肉肉 安慰一下我这受伤的小心灵 这个我先拿那个杀菌的药给它喷撒一下吧 看看这个头最后能不能爆一圈头出来 只是可惜了这个品质型的承蒙鹿了 嗯 太伤心难过了 选了这两颗肉肉 一颗单头的 一颗双头的 小伙伴们还记得前两天 我拖了一个山头的承蒙鹿吗 这一颗 我后来自己随便找了一个盆 把它种下了 我对盆真的不是很在意 我觉得它到时候一长满了以后 也挺好看的 你们看 这就是叶叉出来一年多的承蒙鹿 这颗大单头 修一下根 然后我要把它种在那个叠链花的那个盆里面 哎 我那颗品质型的山头承蒙鹿呀 怎么就这样 一去不复返了呢 看看这颗 这颗双头的 我选的那个盆 你们肯定看不上 但是我觉得 我不在乎 因为我觉得 种在那样的盆里面 它容易出状态 非常好看 这个盆我曾经种过好几颗 双头三头四头的承蒙鹿 都特别的美 因为我准备给它换盆了嘛 所以一直都没给它浇水了 看 这颗单头和这颗双头的好看吧 修一下 那个小黑方里面 你们还有印象吗 一个是品质型的承蒙鹿 有一颗是衣质型的承蒙鹿 衣质型的那颗 有一个头也是有问题 然后我把那个头给弄下来了 我昨天看了一下 已经浮喷了 好了 修根就修成这个样子吧 你们看它在 它在那个小白方里面 也能够住下 点会儿你们看 住在这里面 也能够住下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叠年花的盆 美美的 我在这里种着多肉 抬头水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好享受呀 红红的 那个是饺子皮 天鹿绒 真的 好享受呀 干活干活 我又分心了 真的有时候一抬眼 看到这些美丽的多肉 又忘记手上的活了 好了 土壤我已经配好了 这些就是刚才换下来的 那个颗粒 我把它拌在这里面 现在出太阳了 我抬头看了一下 心情瞬间就好了 心情好与不好 真的就在那一瞬间 当心情不好的时候 真的要及时的调整自己 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哦 小伙伴们 看我心情一步好的时候 因为那颗品质型的 山头传宝鹿 成那个样子了 其实我心情真的很低落的 但是我抬头一看到 这么美丽的风景线 我觉得人生有这么多 美好的东西在等着我 为什么要为这么一件 小事情难过呢 对不对 没有了 那我再继续打造啊 最起码这颗山头的 成梦鹿 曾经带给了我 无限的荣耀和志豪 嗯 这样想想 也挺好的 好 我们先来种这一颗吧 这个颗粒可能有 这个泥炭少了一点点 我加一点颗粒进去啊 小伙伴们都知道 我配土喜欢配那种 泥炭比较高一点的嘛 因为我叶叉比较多 然后成猪的 你们也知道 我比较懒 很少换盆 然后像这样的话 那这不就可以了吗 加一点这个颗粒 在这里就可以了 空湿肥来一点 小白药 小粉药来一点 好了 来吧 把你种上 你可得乖乖的 美美的 你可是百里挑一啊 从一百科里面挑出来的 你这猪形 这状态 多好看 好了 点花铺上那个麦饭石 就美了 你们都想象不到 双头的沉默炉 这一颗 美美的双头沉默炉 我会用一个什么样的盆吧 我就是用这样一个盆 这样一个盆 你们可别嫌弃啊 到时候 我跟你们说 出状态出来 嗯 美得很呢 来 搞一点红色的火山 电底 控制肥 我还是要来的 我首先还是要让它长个子 把盆壁占满 好了 恭喜你 双头沉默炉 入住豪宅 你们看 种在七厘米的小白方 也不觉得 种在这种盆里面 你们是不是觉得就正合适了 这个盆口径很大的 这个盆口径应该是 十四厘米 或者是十六厘米 应该是十四吧 哇 美美的 好了 我现在去把铺面石铺上 盐值 一下就上来了 小伙伴们看 麦饭石就已经铺好面了 焦焦水 洗洗这个麦饭石 我觉得这一颗到时候长出来 你们知道会跟哪一颗特别像吗 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一颗 看 就会长成像这样一个非常周正的一个双头 特别特别的美 是不是 哇 这样的双头我觉得好吃 特别的爱 再来给他们浇一下吧 然后呢 就要放到玻璃口里下面去了 好 来 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拜拜 拜拜